大家好 和上星期預測的一致 港股其實是一個上落市的格局 確實1月升了很多 所以在高位調整下來 都不需要大驚小怪的 快手上版 我想fee出來的錢 夠對港股造成一定的支持 再加上2月又有 傳統的春節行程 和兩會行程 所以我想整個2月 應該會玩一會 未必會再破30,300點 在樓上的位置 但是下面來說 28,400、28,800 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支持 所以這個月的話 我估計大概都會回到 28,800至29,600的位置 就上上落落的 資金方面 最主要是看一看 快手的錢fee出來之後 對後市的興趣大不大 如果fee出來的錢 走回到ATMS 走回到中移動 指數應該可以的 但是就算那些錢 不是馬上走回到二手市場 去買回當炒股的話 拍一拍的 我想接下來 也會有些百度 billybilly的上市 我想撤資的威脅 其實就不是太大的 反而來說 我覺得外圍都要留意著 A股 因為A股始終跌下升下 形勢就不算特別英俊 美股照舊 因為美股都升了很多 會不會在二月三月的時候調整 都是要謹慎一點 但是總體來說 我覺得資金量足夠 有春節的效應 以及兩會行政的憧憬 港股接下來 都會繼續上落的格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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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